就在立法院前 帶頭喊話爭取訴求 他就是公投護台灣聯盟執行長羅伊 時間號立法院標決國會改革方案 場內上演大亂鬥 場外則由他與大批青年集結抗議 原來羅伊19歲就加入太陽花運動 主力多次參與社會運動 一度成為政治全新秀 去年底還陪同文化大學學生 走上街頭 提包新北市長侯友宜調漲租金 替青年捍衛居住正義 但隨著曝光度越來越多 他2016年的涉毒黑歷史 也跟著被翻出 當時羅伊疑似就是用Telegram 與一名簡心藥頭 相約在這個路段 以一公克大麻花一千元的費用 進行交易 原來羅伊和簡心藥頭 因社運結束 後來又因大麻花聯繫 據了解他分別在2016年的 8月 10月 11月 分別向對方購買四次大麻花 和俗稱獨油票的LSD 就在三個月內花了大約 一萬八千元 來賣毒 前方有傳喚我 那我也都有配合燃料 然後後面的案件又不起訴 對 就是我的婚姻 大概就跟六年前一樣 面對真意羅伊出面否認 而同樣因社運 獲得關注的還有他 因承貨重傷腿部骨折 議題與教育自由結案 這仍坐著輪議到場立體 但他一度站起來激動喊口號 也被網友譏諷 難道是為民主起立的立願神蹟 事後當事人也在個人社群平台發聲 強調自己只有一條腿受傷 左腳仍有力 當時也有朋友在背後支撐 才能短暫站立 就怕備受質疑趕緊澄清 更沒想到參與社運活動 竟意外成為話題 近新聞黃雲田 張佳玉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